生產馬鈴薯是10分鐘 有這個數據我們就可以看一看 如果對農夫跟牧牛人來講的話 他在選擇這兩種產品的生產 那麼例如多起來要增加1公斤的產量 這裡 如果農夫想要增加1公斤牛肉的產量 換句話講農夫生產牛肉1公斤需要花60分鐘 所以這60分鐘我拿來生產牛肉 就是代表著我這60分鐘要孵出 沒辦法生產馬鈴薯的代價幾公斤 4公斤 所以農夫如果要生產1公斤的牛肉 他的成本多高 我們有會計成本有隱藏成本 這裡是不是用隱藏成本來看 對不對就是集合成本的概念對不對 所以我生產1公斤的牛肉 我要花出什麼代價 4公斤的馬鈴薯對不對 的代價 所以成本高不高 高啊對不對 多高 4公斤的馬鈴薯 就是他的成本 那對牧牛人來講 牧牛人如果說要生產牛肉 那我需要20分鐘對不對 所以我生產1公斤 這邊寫1公斤對不對 所以換句話講 那麼我就是生產牛肉1公斤 20分鐘就沒辦法 去同時間生產馬鈴薯 對牧牛人來講 生產馬鈴薯1公斤是10分鐘 所以20分鐘他其實可以生產馬鈴薯幾公斤 2公斤 所以生產這一公斤的牛肉 他的代價是多高 成本我們都看成本對不對 成本就是2公斤的馬鈴薯 你說 農夫他在這兩種產品的生產上 60、15都比牧牛人來的寒蠻 來的不寒寒 但是對農夫來講 他生產牛肉的成本 是4公斤的馬鈴薯的成本 對牧牛人來講 是2公斤的馬鈴薯的成本 但是如果說農夫生產1公斤的馬鈴薯的話 我生產1公斤的馬鈴薯的話 要花15分鐘 也就代表著這15分鐘 沒辦法去生產牛肉幾公斤 是不是4公斤對不對 4分之1公斤 對不對 就代表我這15分鐘 沒辦法去生產牛肉 牛肉生產1公斤60分鐘 換句話講 我4分鐘只能夠生產4分之1公斤 對不對 4分之1公斤 但是對牧牛人來講 我如果說要生產馬鈴薯1公斤 我如果說要生產馬鈴薯1公斤 那我附上去的代價就是表示 這一公斤的馬鈴薯我要花10分鐘 我就沒辦法去生產牛肉幾公斤 2分之1公斤對不對 2分之1公斤 所以就馬鈴薯來講誰的成本高 剛剛不是講說兩種產品對牧牛人來講 都很善產嗎 所以他們這兩種產品 都是牧牛人的絕對利益 但是善產當中 哪一種產品是他更善產的 哪一種產品是他善產的程度 哪一種產品來得大的 就看機會成本 你看嘛 對牧牛人來講的話 我生產馬鈴薯所付出去的代價 是比農夫更高的 對不對 八八十分鐘 我牧牛人拿來生產馬鈴薯 牛肉我就要少生產2分之1公斤 但是如果說我生產馬鈴薯 農夫1公斤的這個15分鐘 在馬鈴薯的生產上 我付出去的代價只有4分之1 所以我在生產馬鈴薯的時候 誰的成本高 對農夫跟牧牛人來講 他們會覺得 我生產馬鈴薯 我付出去的代價 對牧牛人來講 或者對農夫來講 我生產馬鈴薯付出去的代價 他們會覺得怎麼樣 誰會比較高 對我農夫來講 我只需要付出4分之1公斤的牛肉 對牧牛人來講 我要付到2分之1公斤的牛肉 所以為什麼我們剛剛說 最後這個農夫會把它全部的資源 通通投入生產馬鈴薯 有沒有 八個小時通通生產馬鈴薯 可以生產幾公斤 八個小時 一個小時可以生產4公斤 八個小時是不是可以生產32公斤 它是不是全部都把它八個小時 往這個馬鈴薯全部生產 因為它在馬鈴薯的生產上 成本相對上比較便宜 而牧牛人在為了要比之前 這個沒有交易之前來得更好 他為了要從事交易 所以他就會把它的八個小時 分配六個小時在牛肉上 兩個小時在馬鈴薯上 你問我說老師 為什麼要分配六個小時在牛肉上 兩個小時在馬鈴薯上 同學這只是一個例子的一個數據 你有可能從裡面也可以繼續去算一下 我如果說分配五個小時在牛肉上 三個小時在馬鈴薯上 有沒有也是比不交易來得更好 所以那個情況有很多種對不對 所以他這裡剛好六個小時的牛肉 跟兩個小時的馬鈴薯 這種產出數量 牧牛人這產出數量 再去跟農夫做交易 對他來講是有利的 我們也可以試試看 五個小時在牛肉生產上 三個小時在馬鈴薯 把八個小時這樣子做分配 那種生產出來的數量去跟農夫做交易 這樣子的話牧牛人是不是也會比 不交易來得好也有可能 是不是 所以我們現在只是要告訴同學說 交易為何會自然的發生 不管是六個小時在牛肉 或者五個小時在牛肉生產上 只要你比不交易來得更好 那個數據就是可以拿來告訴同學 交易它會發生對不對 所以你不要說 老師為什麼你知道六跟二 我就告訴同學 五跟三也有可能 我們可以回去試試看 那在這裡只是要舉一個數據 告訴同學說 交易會比不交易來得好 我只要能夠找出那個數據 就可以跟同學解釋 交易比不交易來得好 對不對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來 交易之後呢 因為牧牛人往這個牛肉 分配比較多的資源去生產 為什麼 因為它在牛肉的生產上 更具有比較利益 有沒有 它這邊付出去的機會成本 比農夫來得低 所以我們如果我這邊問同學說 改用比較利益 什麼叫比較利益 生產某一種商品的機會成本 比較低 那種商品就是這一個人 的比較利益商品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請問同學 農夫的比較利益商品是在哪裡 農夫的比較利益商品在哪裡 農夫在牛肉的成本生產上 跟馬鈴薯的成本生產上 有沒有馬鈴薯的成本 比牧牛人來得低 所以農夫的比較利益是哪一個 馬鈴薯嘛 牧牛人的比較利益在哪裡 這邊成本比較低嘛 牛肉嘛 4公斤 農夫要付出4公斤的馬鈴薯的代價 我牧牛人只需要2公斤 所以我牧牛人的比較利益產品在哪裡 在牛肉上 懂了嗎 所以剛剛為什麼最後 你會看到前面那個例子 那麼農夫會玩都 商品都不利 都不具有絕對利益 但是不具有絕對利益 並不代表說它就沒有比較利益 那我們會貿易會發生 會交易會產生 是依比較利益為主 看誰的成本來得低 那種商品就是 我的比較利益商品是所在 那麼我會往那個商品 資源上 就往那個商品投入去生產 OK 所以PPC曲線有沒有告訴我們 那麼這個交易會發生的那一個解釋上 有沒有滿完整的 它的解釋上是不是就比較完整了 好 同學 最後幾張稍微再等我一下 當每個人都專業化生產其具 比較利益的產品的時候 整個經濟的總產出就會增加 只要它的總產出增加 就會使得每一個人都變得更好 所以我們再回到前面這一頁 它的總產出有沒有增加 有嘛對不對 所以你看這一張 總產出是不是 透過交易總產出是不是增加了 對不對 總產出是不是增加了 OK 所以只要能夠 專業化生產在比較利益的產品上 那麼就會使得總產出增加 所以總產出一旦增加 那當然交易就會發生 那麼就會使得每一個人的消費數量 比之前來得更多 好 Adam Smith跟大衛李家圖 他們曾經對比較利益的原則做過闡述 每一個節減持家的人都要奉行 如果外面買的比在家裡自己做的便宜 那就不要自己做 因為那不是你的比較利益 外面買的比你自己做的便宜 那你就不要自己做 因為那種產品不是你的比較利益 全心全力做自己比別靈人擅長的工作 並且出售你自己的產品的一部分 收入拿去買購買靈人產品 或者是對自己有利的做法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那一套理論是來自於 Adam Smith跟大衛李家圖 懂嗎 那個比較利益產品 每一個人都去做自己比較利益產品的工作 然後再把那個產品出售出去的一部分 拿去跟其他人做購買交易 是會對自己比較有利的 Adam Smith的蘇基利的大衛李家圖 發展出今天我們所熟知的比較利益原則 所以我們剛剛的比較利益原則 是來自於這兩個 而且他也曾經將他的信仰付諸於實行 好 那這個交易的這個情況 這個理論呢 經得起我們時間的考驗 在過去兩個世紀也就是200年以來 即使經濟學的領域日益擴大 而且理論日趨精煉 基於比較利益原則而反對 來反對限制貿易 則沒有太大的改變 所以大家都往他比較利益的這個產品去生產 然後進行貿易 這種情況其實出現在目前的 的這個國際世界各國上 這個到目前為止都是如此 到目前為止都是如此 好 同學你回去看一下老虎五隻 應該自己修剪草坪嗎 這個內容麻煩你回去稍微看一下 你就可以知道說老虎五隻 該不該自己修剪草坪 答案是不該 我們回去同學這個我們下次從這邊開始 好 我們今天就上到這邊 我們休息 我們下課 第一題 生產可能曲線 在一般情況下 為何是向外突的 一般齁 一般情況下 好 下列敘述 何者正確 A 當逐漸增加資源的配置於X材的產出時 也就表示 再逐漸轉出原本 适於Y材生產的資源 故Y材的減產會見真 A的答案對嗎 B 當資源分配 處於 處於生產大量的X材 跟少量的Y材時 如果說是處在這種狀態 表示 4 適於生產X材的資源 多以使用 若還要繼續增產X材 則必須開始轉出製造Y材的高手 這意味著Y材的減產數量 會越來越大 所以造成它的圖形是向外突的 好 這個答案對不對 C 增加X材的產出 所付出去的機會成本 是越來越大 那麼這表示我們的PPC曲線 是往外突的 豬比善皆是 好 同學 這四個答案都看完了嗎 看完了我就轉過去 讓同學按一下遙控器囉 好 那話就要講 同學你們在座很多 就沒有按的就表示我點名了 那麼我會上網路去 那個幻缺課那邊就會做 按照這套系統的點名 我們看一下答案是 有42個同學回答答案是 以上皆是 同學這一題的答案就是 以上皆是 所以這個第三個答案 對 沒有錯 第三個答案 對 沒有錯 機會成本越來越大 機會成本越來越大 那不是表示前面的B的答案 前面B的答案就是 我選擇生產X材 那我就必須要付出 同樣的資源就沒辦法去生產Y材 那我付出去的這個Y材 沒辦法生產的這種情況 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生產Y材的這種高手 也都逐漸的被我們轉而生產X材了嘛 所以那個就是機會成本就越來越大 那A的答案其實也是在講相同的概念 所以答案是以上皆是 所以我們再看一下 那 照到來講PPC曲線是一條往外凸的 那我們後來不是進入到單元3嗎 單元3的時候 你看喔 若使用一種資源就可以生產任何產品 則表示 A 每生產一單位X材所使用的資源 造成無法同時用於Y材的生產 此種代價是遞真的 是不是遞真的 他是不是說是遞真的 好 B 生產可能曲線為向外凸 使用一種資源就可以生產任何產品 這種情況的話 生產可能曲線是向外凸 C 增加一單位X材的機會成本 增加一單位X材的產出 X材的產出 這種機會成本是遞減的 如果說我使用一種資源 你就可以生產任何一種產品的話 那我來增加 每增加一單位X材 那麼所付出去的那個成本 機會成本是遞減的嗎 如果說是 那答案就是C囉 如以善皆非 好 我們讓同學按一下答案 我們讓同學按一下答案 5 4 3 2 1 時間到 有53號 有53號、2號、16號沒到嗎 有3個同學沒到 按7的有人睡覺睡著了嗎 按7的4 3號哪一個 按錯了 這邊都可以看出來 誰按7號 有沒有7的答案沒有 好 下次就不查 下次就不查 不查哪一個 不過我這裡通通都查得出來 好 那同學有37個同學回答答案是1 答案是1 37個同學回答答案1的 每生產一單位A材所使用的資源 造成無法同時用於Y材的生產 這種代價是地增 地增就是機會成本地增 機會成本地增的話 那就表示 生產可能曲線是一條向外吐 那B也應該對 你回答A的同學 其實A的寫法跟B的寫法是相同的意思 也就代表它機會成本是地增的 就是向外吐 向外吐的話 我在生產一單位的S材 你看這邊是一單位 所付出去的代價就是Y材沒辦法生產 因為資源被轉而生產這一單位的S材 那你看向外吐的情況就是 我這邊也是增加生產一單位的S材 付出去的代價就是Y材沒辦法生產 那個代價向外吐的展現才是代價會越來越高 所以如果生產A材所使用的資源 造成無法同時用於Y材的生產 這種機會成本是地增的 有沒有 地增的 造成沒辦法生產Y材的情況會越來越大 這種代價是越來越高的 那豈不是就是代表著我生產可能曲線是 這種形狀 向外吐的 所以你回答A的同學其實跟B的答案是一樣的 那我們這題你看一下 我們後來進入到單元3 我們有沒有講我們使用一種資源 不像這邊是有分成為資源適合於生產A材的 資源適合於生產Y材的 比如說我在上一次上課的時候高度同學 相對如果我們的資源把它分成為勞動力跟資本 我用符號LK 那相對上我們可以把這種產品來觀察一下 它是用比較多的勞動力還是用比較多的機器設備資本 大概都可以用相對的概念把它給做比較 所以如果說我們比較這兩種產品 用相對上來看都可以比得出來才叫相對 所以我都可以比得出來 如果這個是用比較多的勞動力生產 那你這個就是用比較多的資本去生產 那也就是說這邊比較適合用勞動力去生產的產品 這邊是適合於用資本去生產的產品 所以我們之前在講的時候 資源有兩種以上的情況 所以你可以發現到一般而言 那個適合可能曲線是向外突的這種展向 但是當我們進入到第三章 單元三第三章的時候 我們為了要利用這種適合可能曲線 進一步講它的用途 它可以拿來解釋交易一定會發生 在人類的經濟社會裡面一定會發生 我們就是要講這個情況 後來上禮拜已經快介紹完了嗎 交易一旦發生 對交易裡面的人 每一個人是不是都有獲得好處 既然是那交易一定會發生 交易會比不交易好 那時候為了要講這種概念的時候 我們就把整個這種理論把它做簡化成為 單一種資源把它簡化 因為這邊同學已經講完了 你們知道實際上是兩種資源以上 在我們經濟社會裡面 那我們在更早的單元二、單元一的時候 就跟同學講 資源原則上除了勞動力、機器設備之外 還有土地 土地沒有符號 一般我們都是拿這兩個主要的生產因素 資源在講 所以土地就原則上在經濟學就沒有符號了 第四種資源就是企業才能 管理前面三種資源來進行生產的 所謂企業才能四種 大概都是拿前兩種在講 所以一般的情況PPC曲線都是凹向原點 都是向外突的 當我們進入到單元三在講 利用PPC在講它的用途 就是主要用途之一講交易 交易一定會成立 交易一定會有好處的時候 要講這種觀念 我們只要把PPC曲線 再把它簡化成為直線型 所以你看我們繼續 我們上個禮拜所教的 回到我們上個禮拜所教的 複習一下我們上禮拜所教的內容 答案是豬以善皆非 答案是豬以善皆非 若使用一種資源就可以生產任何產品的話 表示每生產一單位X材所使用的資源 造成無法同時使用Y材的生產 這種代價是固定的 它是固定的 那就是社產可能曲線是一條 負協率的直線 它是一條負協率的直線 那也就是表示C 增加一單位X材的機會成本 是固定的 因為你付出去的代價是固定的 也就代表機會成本是固定的 所以答案就是以善皆非 那我們看上一次我們所看 所舉的這個例子 來 這裡 這一張 你看這邊的數據是 資源就是勞動力 勞動力工作八個小時 這是我們的資源 工作時間八小時 是我們唯一的投入 唯一的資源 所以勞動力工作八個小時 八個小時拿來生產什麼 就這個例子來講 拿來生產牛肉跟馬肉 馬鈴薯 好 那當初農夫生產 這個馬鈴薯是15分鐘 15分鐘可以生產1公斤 生產牛肉 那麼就是15分鐘 我們看農夫之前的數據 我們看農夫的數據 是15分鐘生產1公斤的馬鈴薯 對不對 農夫15分鐘生產1公斤的馬鈴薯 換句話講 這15分鐘當農夫在生產馬鈴薯的時候 就是在放棄什麼 生產牛肉 因為他只有牛肉馬鈴薯 兩種產品可以生產 那他現在如果決定要生產馬鈴薯 就表示他就不生產牛肉了 所以15分鐘如果我生產1公斤的馬鈴薯 我付出去的代價就是15分鐘 這15分鐘你不會去生產牛肉 那問題是生產牛肉是60分鐘 所以15分鐘可以生產牛肉幾公斤 4分之1公斤 所以我如果說生產馬鈴薯1公斤 我付出去的代價是不是4分之1的牛肉 的這種產出數量沒有生產 對不對 所以我每15分鐘去生產馬鈴薯的話 就是這15分鐘不會去生產這個牛肉25 4分之1公斤 所以你看我們下一頁 馬鈴薯我的單位是公斤 如果我增加1公斤的馬鈴薯 就是牛肉1分之1公斤 因為資源有限就只有8個小時 那這8個小時我只要剝15分鐘 在多15分鐘的時間 把這個勞動力移轉到馬鈴薯的產出數量上 15分鐘我轉移到這個馬鈴薯的產出數量上 我增加1公斤 那就這15分鐘牛肉就只好 因為沒有這個時間去生產牛肉 那這15分鐘生產牛肉是4分之1 0.25公斤 所以你看我這邊往下就往下跌 所以你看它這個PPC曲線 每增加1公斤的牛肉 付出去的機會成本就是 1.25公斤的這個牛肉的代價 你繼續把它劃下來 再繼續增加1公斤的馬鈴薯 那我就再繼續這15分鐘 是沒辦法生產牛肉 這個牛肉1公斤 所以這邊的幅度都一模一樣 付出去的代價是固定的 所以付出去的代價固定的 畫出來的PPC曲線會是 付邪率的直線型 我們只是重點 只是拿它當工具 要去講交易 我們上個禮拜不是講說 如果 這裡 OK 在這裡 如果農夫把它一天8個小時都生產馬鈴薯 所以如果原先他不跟人家做交易的話 那就必須要自給自主 那我農夫本身想要吃多少 多少單位的這個馬鈴薯跟牛肉 如果我農夫本身想要吃這個馬鈴薯16公斤 然後牛肉4公斤的話 那我辦得到嗎 我們上個禮拜說 他會在我們PPC曲線範圍內的一點 所以他這個是可以自己自給自主 他可以辦得到 他可以吃16公斤的馬鈴薯 跟4公斤的牛肉 但是如果木牛人去跟農夫做一個建議 做建議說我們兩個來做交易吧 好 我們兩個來做交易 怎麼交易呢 我教你 因為我木牛人在這兩種產品的生產上 我都很厲害 我都很型 所以因此我就教你了 你把你農夫本身8個小時的資源 勞動力8個小時的資源 全部拿來生產馬鈴薯 對不對 所以你看我們這邊這個圖形的標示 這邊是如果沒有交易的時候 農夫的生產點跟消費點 但是如果說我 農夫去跟木牛人做交易 那木牛人給他一個建議 你把你的生產點往這邊移 那我們今天應該是延續上個禮拜要交的 為什麼木牛人知道要建議農夫 這一個時間全部都投入到馬鈴薯的這種建議 如果說我印象上個禮拜這個地方 沒有講還是說講了一小部分的話 今天就是要從這邊再繼續跟同學做介紹 那麼木牛人怎麼知道要去跟農夫做交易 當如果你來跟我交易的話 你把你的投入往馬鈴薯的方向移動 然後去生產馬鈴薯 所以交易下農夫的生產點 所以他原本的生產點 當你有交易的時候 農夫的生產點往32 這邊移動 然後再去跟木牛人做交易 再去跟木牛人做交易 所以我們上個禮拜才會有 最後那個交易表 那木牛人也是一樣 木牛人如果說我們沒有做交易的話 那V點的地方是沒有交易下 木牛人本身的生產點跟消費點 對不對 因為沒有跟人家做交易 你想要消費多少數量 那只好自己生產 但是如果說我有一個農夫的交易對象 那就好辦事了 那麼我就改將我的資源 你看他這邊木牛人 他把他資源挖成什麼 牛肉那邊移 這邊只是舉一個例子 說他往牛肉那邊移多少 移六個小時 在牛肉的生產上 八減六是不是還有兩個小時 那兩個小時生產馬鈴薯 這只是他在所有交易的選擇當中 我們舉的一個例子 如果我要同學回家 再找另外一個例子 那個交易 如果兩邊做交易 比不交易來得好的那個數據 那同學你還是可以試著再找 其他的那個情況 或許把全部的八個小時 通通通都生產牛肉 然後再去跟這個農夫交易馬鈴薯 回去試試看 這樣子的這個做法 是不是也比他自己 這個生產這兩種商品 然後自己消費 沒有交易之下 他們這個消費情況是在這個位置上 但是如果說依我們目前課本所舉的例子 是分配六個小時在牛肉 兩個小時在馬鈴薯 然後兩邊再做交易 那他那個消費點 交易下木牛人的消費點 是在生產可能曲線之外 所以我說回去你自己要不要再試一下 因為他有很多種交易的價格 所以他另外一種交易的價格 我請同學第一個先去試 我們自己去試 把八小時全部都生產牛肉 然後再按他目前課本所舉的 那個交易的情況 然後去進行那個交易 那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所得到的那個消費水準 是不是還是會如我們這邊所介紹的 在這條線的外面 所以你回去這邊是六小時兩小時 你把它改成八小時零小時 看是不是也是能量成立 因為交易有很多種價格可以成交 所以這種情況呢 是不是也是會比沒有交易的情況之下 來得好 OK 那他這裡是舉這個例子告訴我們說 它的重點就是在於交易會比較好 例如這種方式的這種交易就會比沒有交易來得好 好 那最後那個交易的表 在這裡 對不對 最後這個交易的表 拿木牛人 你能往這個牛肉 生產六公斤 生產六個小時 六個小時 可以生產 十八公斤 然後這十八公斤當中 再拿五公斤 去跟農夫交換馬鈴薯 所以你同學這邊是不是少五公斤 那農夫是不是得到五公斤 那農夫去拿十五公斤 來跟木牛人換牛肉 所以你看木牛人這邊馬鈴薯 就拿五公斤的牛肉去跟農夫換馬鈴薯 所以這邊少五公斤 這邊得十五公斤 這邊少十五公斤 這邊得五公斤 是不是交易 所以交易之後它的消費 消費這邊五公斤可以消費 那原本我生產三十二公斤 少了四五公斤 去跟人家做交易 所以我現在剩下十七公斤 對不對 這是上禮拜的數據 所以這個去跟上面這一欄的數據 沒有交易 沒有交易嘛 那牛肉只能夠消費四公斤 我可以透過交易多了一公斤 那麼馬鈴薯可以透過交易多了一公斤 這種生產方式 然後又再做交易 那麼它就可以這樣子多一公斤 那麼牛肉也是一樣 比原來的這個牛肉 自給自足的情況 分別多了一公斤多了三公斤 所以我這邊寫一下 我說本利這個數據 本利只是找一個數據 說明交易一定會比各自生產 各自消費來得好 甚至當牧牛人在兩種產品 都比農夫行厲害的情況之下 交易還是會比不交易來得好 我們這邊就講 牧牛人在兩種產品都比農夫來得厲害的情況之下 還是會造成兩者之間去進行交易 那麼交易還是會對雙方面有利 所以因此可能還有其他的數據 也能說明這個情況 所以我才跟同學講說 你回去弄八個小時跟零小時 是不是這樣子的做法 在接下來在兩者之兩個人 再去從事交易 是不是還是比他原來的這種情況 也是好的 所以有很多種交易的情況 都會比原來不交易來得好 所以為什麼散述的交易 可以讓雙方面都變得更好 其實他的答案就是 如果有交易 那麼就會讓雙方面都